马尔汉一共生了有七个女儿 长大成人的只有四个 五姑娘线下已经是没了 一直到见最后一面的时候 对兰静都是充满着怨恨之意 二姑娘原本跟她就不远不近的 现在因着高适的事又输淡了几分 只剩下了一个六姑娘 这个小时候最先对兰静刁蛮使气的人 现在倒成了与她最亲近的姐妹了 结果却又出了这个事 兰静这下想不郁闷都不行了 不过郁闷归郁闷 安儿的事还是要早些解决的 于是兰静收拾了心情 把安儿和星儿一并叫了过来 这星儿也是安儿贴身的大丫头之一 虽然面上看着不如安儿受重用 其实一些较为要紧的事 兰静还是多交由她去办的 当然更重要的还是与盈嬷嬷合计的多一些 而最最重要的却是只有她自己知道了 对星儿的将来 兰静也像对安儿一样 让她先自己提出个想法来 她倒是没像是安儿想了那么久 没两天就来跟兰静禀报了 说已经跟家人商量好了 选了个福利一个纯厚本分的人家 请兰静成全 另外她又提出个要求 说自己侍候兰静这么多年 是很不愿意离开她的身边的 希望将来能和丈夫一道 做陪房继续侍候兰静 以马尔汉现下的身份 兰静除非要嫁入皇室 否则一个正头奶奶是没跑的了 即使被指给了皇子 只要皇子之前没有娶过亲 狄福晋一样也是当得的 就即使是个侧福晋 那也是要上皇家御蝶的 所谓的三妻四妾 侧福晋的地位虽然比不得狄福晋 却也是算的是三妻里的 而皇上亲旨的侧福晋 比起因生子或者是受宠 而由皇子请生的侧福晋 地位自然又要高一些 所以在嫁妆上 虽然不能与嫡福晋比肩 但除了丫鬟和磨磨外 却照样可以带着陪房的 陪房是从娘家带来的 因此素兰也就是 比较受出嫁小姐的倚重 而相应的 只要小姐在婆家有一定的地位 她陪房的身份 地位自然也会是 跟着水涨船高 所以像这种差事 从来都是一些 在府中并没有太得势 却也有一定脸面和关系的 下人们打破头也要争取的 只是这个陪房也不是随便谁都能做的 要他们是给自家小姐们添注意当帮手的 如果反倒是找麻烦或者是惹货端 那就不必了 像是二姑娘 当初也是两家陪房的 只是没有过多久就让人收买了去 在那边得了好差时 哪里还会想到自家的姑娘们 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 更别说往回烧信了 这样的陪房 有了还不如没有呢 幸好当时的人选 是高氏坚持要自己定的 其中也不乏二姑娘请求的结果 如果要是太太选的 说不定马尔汉就会认为 她对庶女不上心呢 当然太太本来也没想选这样的人家 只是高氏和二姑娘坚持 她自然也犯不上着力阻拦 而那两家陪房 现如今的日子 确实不好过了 他们以为天高皇帝远 自己做的事 远在京城的赵家师府 会不知道呢 即使二姑娘回门 以她的性子 以防夫家对她更加不满 也是不会乱说什么 再说 他们现在已经是在这边当了差 赵家师府 总不会处置人 处置事到 亲家的府里不是 只是他们想错了 赵家师府里 连亲家本家的下人们 都是上手揪打 更何况 是自己府里派去的赔房 在二姑娘还没回圣经的时候 马库就代表马尔汉 将他们收了回去 说因着二姑娘 在京城需要人时 等他们回去 用时太长 就另找两家人换下了 而他们 则是被马尔汉 送给了马库 至于盖什么用 听说是去开荒了 反正是以后 再也没人见过他们 虽然二姑娘的赔房 是个特例 但是从中也可以看出 选人方面的重要性 能力固然要有 但是最主要的还是忠心 所以 虽然星儿 也事后了蓝静这么多年 蓝静对她 也还算是信任 但是因为 她对将来的丈夫 并不了解 所以对她的要求 还是没有一口硬下来 决定先观察一阵再说 至于安儿 蓝静本来想着 如果她也提出这个要求 就和对星儿一样 看看她选中的丈夫 要是也没有太大的问题的话 带过去就带过去了 至于她的那些小毛病 就不多做计较 毕竟也是用顺了手的人 最多以后多敲打压制这些 可是 蓝静没想到 安儿却是个 宁为贵人妾 不为平民妻的 之前自己 让她考虑将来的时候 她的眼神就有些不大对 只是自己并没有太在意 现在想来 她是知道终不能成为 自己的陪嫁而抑郁了 但蓝静也相信 如果不是六姑娘先提起来 安儿是不会想到去当她的陪嫁 但是既然六姑娘说起 安儿自然 也是何乐而不为呢 更何况 六姑娘要嫁的夫君 家是显贵 自己又争气 年纪还轻得很 这样好的亲事 蓝静将来也未见得 能够比得过 所以安儿才会 明知道会让蓝静不高兴 还是把话说了出来 当然她也知道 如果蓝静不吐口 她的心愿是达不成的 于是这才特意地 编出了那么美丽的托词 只是很可惜 她终究还是要落空了 安儿 蓝静面上对安儿的神色 还是一如往常 你把自己东西收拾一下 一会儿跟我去太太那儿 姑娘 安儿吓了一跳 面色一下子白了 历史贵道在那里说 奴才知道错了 您打也打的 骂也骂的 只求您不要把奴才砍走 蓝静心中叹息了一声 你若真的是不想走 就不会提出 要当六姑娘的陪嫁了 但是面上却还只是 笑着摇了摇头 盈嬷嬷脸上也浮起了笑容 接过了话去说 傻丫头 你本是太太赐过来的 要走要留 还是要赐给别人 自然是由太太来做主 姑娘又哪里能够做决定呢 是这话 蓝静点了点头 不论你想做什么 即使我同意 也得我额娘发话才成 你还是赶紧去收拾东西吧 是 安儿这才明白了过来 硬了一下 就匆匆地退了下去 心儿 蓝静看看神情有些惊讶 却始终保持着沉默的心儿说着 安儿就要回我额娘那儿去了 以后这院子里的事 你多用些心 那些心选进来的 你也多看着点 心儿谨慎地答应着 多余的话一个字也不说 说笑时归说笑 但是弄不懂情况的时候 心儿是宁可少说一句话 而安儿却有时候 会有看不出火候的时候 其实以安儿这样的性子 要真的去当人家的通房 或者是侍妾 怕也未见得会有好结果 只是人各有志 蓝静虽然不能成全 但是倒也可以求太太 给她安排一个好去处 也算是成全了她 与自己主仆一场 太太听过蓝静的话之后 略微地皱了皱眉 沉了沉脸 又沉思了一小会儿 然后叫过了安儿 对她说 你的事情我知道了 既然如此 你就不能再回小七那里 先留在这儿吧 然后叫过了赵某某来吩咐着 我这院子里 一等丫鬟已经满了 就不用她到跟前侍候了 你先安排她做些个杂活就好 等过些日子 我会再有吩咐 小七 你是怎么想的 等安儿退下去之后 太太问着蓝静 额娘 蓝静把自己和盈嬷嬷的分析 说了一遍 然后对太太说着 虽然六姐这么做的理由 未见得就是这些 但想来多弄些钱财的意思总是有的 嫁妆上的事 自有阿姆和额娘为她做主 不过为姐妹知情 小七或是可以为她出个主意 这本来是想用在咱们铺子上的 不过还是给了六姐吧 至于六姐能不能用她来赚钱 那就不是小七能管的了 至于安儿 当然全由额娘做主处置 小七只是想提一个请求 念在她侍候着我这么多年的份上 能给她个好结果 就给她个好结果吧 我自然会给她一个好结果 只是这个丫头 现在的心太大了 恐怕咱们认为的好结果 她却不会领情啊 我只是尽我的心 并不图她领什么情 只希望她能过得好就行 太太 这个时候赵嬷嬷一脸笑容 快步地走进来禀报着 四贝勒福尽下了帖子 说要请七姑娘过府一句 四贝勒福尽 太太一听也兴奋 高兴地把帖子要了过去 仔细地看了看 然后很是欣慰地 递给了蓝镜 没想到她还真的念着你 之前你能去四贝勒福 本来是个机缘 只可惜却被我受伤的事给搅了 后来虽然四福尽也派人来探问过 终究没有再叫你过去 我因此还有些惋惜 现在看来 四贝勒福尽 怕是体谅你前阵子照顾我 与你阿玛的事多 现在见你稍有些闲下来了 就立马派人上门来了 说完了这番话之后 太太也没有耽搁 赶紧叫人请来下帖的人 重重地给了赏 并带蓝镜表示 一定会在明天准时过去 等打点着那些人离开之后 太太又攥着蓝镜的手 祝福着 四贝勒福尽 能过了这么久还惦记着你 想来也是因为 你上回给他留下好的感觉 但是你也不可能由此就随意了 要知道那可是皇子府 四贝勒又是出了名的讲规矩 守礼数 是 小七会处处小心 时时留意的 蓝镜虽然对历史上的雍正皇帝 很是有好感 但那也是只限于远观 近晚可就不是那么一回事了 也不用太过拘谨 太太笑了笑 神情间也放松了一些 你的规矩本来就是好的 连教养嬷嬷都很是夸赞 只要是守着礼就好 四贝勒想是因为觉得你不错 才会再次地叫你上门 你若是太死板了 反倒不美 只要注意着把握分寸就好 若是能让四贝勒 把对你的好感转为喜欢你 你之后的选秀 就说不定还会得到些帮助 蓝镜知道了 蓝镜乖巧地点头答应着 虽然她跟太太说过上次四贝勒福利的事 却没有说自己跟四福晋提过这种要求 毕竟对方并没有答应下来 让太太知道了 怪自己莽撞到没什么 只怕她又会因此而着急上火 那你先回去准备一下吧 面上的大礼我这边会准备 但是你还要带一些用心的小玩意儿才好 吃时最好就别带了 皇家里忌讳得多 等以后熟悉了一些 问清楚了再说 阿娘看 小七心下已经有了算盘 询问着太太 上次小七做给您的乳霜如何 那个确实是不错 擦上去感觉极好 闻着香味也是宜人 太太一听 立即就点了点头 不过现在做的话来不来得及 要不就把我这里还没有用的先拿去一些 阿娘放心 一应材料都备着了 现做不费多少功夫 如果来得及的话 最好多弄几样不同的香味 现下咱们府不知道四福晋的喜好 多做几种比较宝靠 是 蓝静点了点头 接着又说 还有 小七答应过大哥的礼物 之前跟额娘商量着 要让阿玛找机会送过去的 自然是让你明个儿自己带过去 那本就是你答应大哥再见时给他的 之前是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见到他 才想着让你阿玛寻个机会送过去 现下四福晋相邀 当然是你亲自送过去最好了 其实蓝静之前就觉得让马尔汉去送那个礼物 有些不大妥 自己送红灰礼物 这是内宅之间的来往 就是别人知道了 也不太会犯毛病 可是由马尔汉这个刚签了兵部尚书的一品大员来做 那就是不一样了 不怕人说马尔汉八戒 蓝静只怕给弄到个结党上去 那就不好了 只是太太又怕迟迟没有动静 四贝勒和四福晋那边又会有所怪罪 这才想着让马尔汉悄悄地寻个机会送过去了事 现下四福晋下了帖子来 那自然就是皆大欢喜 因为要多做几种香味 蓝静做乳霜的用时自然也就要加长了许多 在还只做到一半的时候 太太却过来了 原来她不放心 又派人出去打量了一番 看看四福晋招蓝静上门 是纯粹想要渐渐与她聊天 还是最近有什么特殊的日子 没想到这一打听 还真打听着了 却原来四福晋的生日就在近日 虽然明个不是正日子 要蓝静上门也不是为了庆生 但知道了这件事 这里自然就要精心一些了 大礼上还是由太太那边从库房里出 但是蓝静亲自做的只有乳霜 这略微显得有点薄了 蓝静提出来 要不然把精油和花露水再加上 太太却没有同意 她知道这个东西将来推出去 就是大把大把的镜像 只是有花露水的前世在先 暂时还不能摆上自家的铺面 但却也是不能露出去的 即使是送给她要讨好的四福晋也不行 太太的眼睛在蓝静的屋子里四处地看了看 看到蓝静正在准备的双面秀的时候 历史一亮 这是蓝静给太后今年六十整寿准备的寿礼 一副抗平现如今刚刚秀完两扇 太太从中选了一边是眉一边是蓝的那一副 如果能把这改成团扇的扇面 必然能得四福晋的喜欢 不过 还是太后的寿礼要紧 再秀过的话怕是来不及了 你们要选秀 是会有些紧 蓝静在心里盘算着说了一下 不过挤一挤也差不多 好 那就定下是她了 太太拍板定论 我这就去找人坐来 第二天 蓝静坐在往斯贝勒府而去的自家马车上 仔仔细细上下打量着手中的团扇 不由得不承认 太太找人的手艺还真是不错 看着这把精工细致 衬得双面秀更添光彩的扇子 蓝静都有些不想送出去了 正欣赏着呢 马车突然停下来了 蓝静没有防备 被惯例差点给摔倒 幸亏这是在市面上 马车索行不快 也幸亏这只是马车 要是换成现代的汽车 怕是会被直接摔出去了 姑娘 您没摔着吧 赶车的车夫赶紧问着 还好 蓝静却是首先看着手中的团扇 刚才 他一只手使劲织住了车壁 另一只拿着扇子的手 则是在压在上面了 见扇子完好无损 蓝静心下松了口气 赶紧将其装入盒中 又问车夫 怎么了 啊 有人突然骑马冲了过来 奴才这就去问问 这就去看着手中的团扇子 这就去看着手中的团扇子